清晨七点 赤壁最大的农贸市场已经热闹非凡 几个小时前刚刚出水的鲜活水产 绝大部分已经在运往武汉 上海 北京 广州等地的途中 而本地居民则能享受到更加新鲜的食材 最热闹的地方还是公扫鱼糕的门前 这是赤壁百姓家中必备的一道风味美食 过去在赤壁逢年过节家家顾顾都自己争鱼糕 现在好事而又复杂的做工 让更多的人选择了专业化的制成品 二十多年前 家在农村的工享城夫妻俩来赤壁谋生 他们把老家做鱼糕的手艺也带到了城里 两人起走贪黑 辛苦打拼 他们制作的鱼糕真材实料 味美嘉莲 两口子又诚实和善 街坊邻居们都亲切地把年轻的工享城叫做工嫂 在赤壁 很多事物都跟三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小小一块鱼糕就有好几种美丽的传说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赤壁之战中周瑜受伤体虚 小桥精心烹制了鱼糕为周瑜调理身体 营养又美味的鱼糕很快让周瑜恢复了元气 传说的真实性不必细究 事实是当地百姓把吃鱼糕的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并且成了赤壁百姓婚丧嫁娶招待宾客的头盗大菜 赤壁人喜食鱼糕 家家户户船桌上都离不开鱼糕的真正原因 其实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这里是古洞亭湖云孟泽的一部分 上万亩的水面之下 蕴藏着数十个品种淡水鱼群 这是湖鱼最美的世界 也是黄盖湖最忙碌的时候 今天将要有三万多金鲜鱼被捞上来 明天中午 他们就会摆上一千多公里之外 深圳人的残住 赤壁市地处湘厄赶三省的结合部 中国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交汇处 金广铁路 金广高铁 107国道 金港澳高速公路 贯穿全境 黄金水到万里长江 一静而过 无论铁路还是公路 从赤壁北上京城 东至上海 南下广州深圳 最远距离不过一千多公里 凸水的水产品完全可以保障鲜活地送到各大城市 作为远近文明的鱼米之乡 淡水养殖是赤壁市最倚重的支柱产业之一 全县五十多万居民中 有接近百分之十的人口 从事与水产品相关的产业 而遍布境内的三十多万亩天然淡水湖泊 则是支持这个产业的基础 规模庞大的水产养殖业 在为百姓提供美食的同时 也让公嫂夫妻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创业之路 公嫂两口子生意越做越好 名气也越传越圆 他们在赤壁还开了好几家分店 已经雇了好几十个工人 每天总共可以卖出四五百金鱼糕 逢年过节 日销量则在千金以上 公嫂说 她正准备把她的鱼糕卖到武汉去 一块小小的鱼糕 竟然能够勾连起英雄美人的故事 这是赤壁人对赤壁文化的故事